暑假即将到来 不少的家长为了帮小朋友温故知心 安排了大量的课程 不过资深的补教业者 却反对这一种填鸭式的课程 强调应该根据不同的年纪 还有要备战的考试 打造一个文武兼备的暑假生活 满墙贴的都是学生的优良成绩 和名校录取的荣誉状 这样一家经验丰富的补教业者 认为如果暑假就开始安排AP课程 与隔年5月考试时间相隔太久 而无法达到最佳效果 倒是应当利用暑假打好基础 AP生物有大量的阅读 那么学生的阅读能力是不是够 阅读速度是不是快 那么这个在暑假可以做点准备 其次像AP物理跟AP维积分的 关键就在数学 那么学生的数学基础 是不是很坚实 那么也可以在暑假打好基础 除了打好AP基础 六七八年级学生的暑假 正是发展课外活动 社区活动的黄金时间 而九年级以上的 高年级学生可以到时代学院 让老师根据学生情况 安排复习SAT ACT 以便90月份就可以考试 如果是自由的学生 我们都会有特别的安排 我们不会把它局限在 一般的学生发展的范围 比方说如果在我的AP课程上面 学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们会鼓励他去考更高阶的考试 比方说像数学 美国有数学进士 鼓励自由学生勇敢挑战更高级别考试 为申请梦想大学赢得极大家分 想进一步了解升学准备技巧 5月22日 时代学院特别举办升学讲座 欢迎有兴趣的学生与家长 上官网查询更多资讯 东森新闻李宗瑶 唐梦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